1上市时间,大闸蟹的上市时间在每年的9-11月份 此时的大闸蟹发育完好,其肉质和口感细嫩甜美,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大闸蟹是和蟹中的一种,学名为中华融蟹蟹,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长江下游的湖河中 2,建立蟹池,养殖大闸蟹时,需要在远离居民区,水质优良且需水方便的地方建立蟹池 并且蟹池的底部淤泥要在10厘米以下,以免大闸蟹发育不良,而且要往蟹池中栽种枯草 金鱼藻,浮平等水草,为大闸蟹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3,投放蟹苗,养殖大闸蟹时,需要选择抗命性和抗命性较强的品种 并且大闸蟹体质健壮,直接无损伤,趴心拧结,在投放大闸蟹前 要将蟹苗放入食盐水中浸泡3-5分钟,为其消毒灭菌,然后即可将大闸蟹苗放入蟹池中